小午好,我是瑞铭 安华刚交罪程上诉案审讯迈路第六天 今早司法公外的安华支持者 相信是案件审讯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他们用大喇叭呼喊释放安华口号 今天控方的陈词炮火 着重在安华不在场证据 以及DNA样本这两方面 首席主控官沙菲宜继续质疑 为何安华不传召证人 已证明本身有不在场证据 当时便方向高庭提成 安华有不在场的证人名单中 还包括安华的妻子王阿兹沙 案发公寓单位主人哈沙奴丁等 总共13人 但最后没有人出庭作证 沙菲宜认为被告放弃传召不在场证人 会导致出现对辩方不利的推论 法庭可针对此事做出评语和结论 随后沙菲宜多次引用 多宗法庭案件作为反驳辩方的例子 包括为了反驳精子经过96小时才化验 还是可以完美读取的 沙菲宜这时是引用一宗澳洲的强奸案 指出受害者毛巾上发现的经验 经过案发13年又6个月后 依然可以透过DNA检验 读取和证明是凶手的DNA 另外沙菲宜还大胆地假设 塞夫钢门周边发现的第三者DNA 可能是第一位负责检查 塞夫钢门的医生 也就是缅甸籍医生奥斯曼 他可能在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下 检查塞夫钢门时留下的 这时候沙菲宜再搬出法庭案件 以赵明福的案件为例 指当时法医在赵明福的腰带上 检验出第三者的DNA 但后来发现是来自一名 和案件无关的 交通意外死亡的印翼人士 这是因为医院为彻底消毒解剖台 导致赵明福的尸体上 沾上这一名死者的DNA 控方下来还会有什么陈词 辩方又会做出什么回应 审讯会否延长到明天 百科时事继续为你跟进